有關的事情 有關的事情 公安法是在中國31個省區裡面 破壞非常嚴重的洪洞省 在這種人前破壞的案件裡面 首長規復有理由的責任 我們希望他來自一個地方 讓台灣的法律能夠發揮作用 讓他為他自己所犯的罪 我們負責任的責任 自己的中國人民他對我們台灣人會好 很典型的一個統戰 一個災滿血腥而不負責任的一個行政首長 指望在兩岸關係當中對台灣人民好 不可能 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提訴 也讓人看到 中共他目前統戰的邪惡 也看到他是怎樣對付他自己的人民 用了二次世界大戰這種滅絕的方式 來對付修煉真善忍的人 這跟納粹要滅絕猶太人 在罪行上是沒有兩樣的 目前我們知道這個case的控訴 不只是台灣 對全世界各國都有 對沒錯沒錯 那最成功是比利時的case 除了這個還有其他哪幾個case 那是通告黃華華的話在美國和在加拿大都有提到 那我們總共是告了三十個 包括江澤民在內的三十個中共官員 在五十個多個國家這個通告 那最成功的案子到目前為止就是阿根廷發了這個國際逮捕令 然後西班牙呢正式的刑事起訴 那黃華華在這個也是知道他自己在華府那個時候被告 所以他取消了行程 沒有去這樣子 那我想在目前台灣這個氛圍之下 我們是不是也能做到那麼正義 讓所有的以後這些嚴重參與迫害的人權的這些中共官員 不想再來台灣 因為他知道華網 法網揮揮出而不漏 進了台灣台灣人權立國 不是說著玩的 會真的執行 就是